这里是玄游轨迹 我们正在前往拉萨 在路途中发现了一大片千年核桃林 大家好 这里是玄游轨迹 我们现在在千年核桃林 这个位置是在西藏林池的朗县 听说呢 这个千年核桃林里面 有一棵是两千多年 然后有几十棵是上千年的 然后还有三百多棵是上百年的核桃树 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已经阴了下来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棵核桃王树下面 超大的核桃王树 它的这棵核桃树呢 你别看它年龄大了 但是老当益壮 这棵核桃树呢 它每年可以产四千多斤核桃 而且呢 这棵树出产的核桃 它每年会以拍卖的形式去售卖 它不是普通的去拿出去卖 它是拍卖 去年的价格好像是50块钱一斤 对 因为平时普通核桃就10块一斤 这个核桃树有多大呢 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树干哦 你用12个人手拉手围起来 都不一定能把这个树干给围权 我们看到那个牌子上写的是 这棵树的树林有2100年了 嗯 我现在这块还可以听到 有人好像在打核桃 哦 就是打核桃 有人在打核桃 Wops 现在得是核桃丢的季节吗 打核桃的季节 不是吧 哎 我们搞的呢 看 哎呦 跑到地上了 上面有人打核桃 下面有人剪核桃 在古老的核桃树下 当地人依旧保持着善良与淳朴 这还剪核桃 哦 哦 这 都像吗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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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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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也好 这边千年核桃树的核桃 很热情啊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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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 我们现在呢 就要走出这个千年核桃里 可以看到呢 当地人在打核桃 而且他们非常的热情 真的太热情了 我觉得没有一点点的那种 就是想挣你的钱或者什么 就是 就想让你尝一下 真的就是太热情了 就是他硬塞到你手上 然后就是想让你品尝一下 他们当地的一种特产 很淳朴的民风啊 对对对对 真的非常淳朴 这边那边 我们现在呢 就要走出这个千年核桃林 我们继续向前出发了 品尝一下当地人的好意 这核桃真的挺好吃的 因为是刚下来的 还是嫩核桃 甜甜的 离开千年核桃林继续向前 我们发现西藏的向阳处和背阴处是完全两个温度 我们现在这个停留去休息一下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以及阴处呢 它是两个温度 现在呢我感觉穿这个有点有点凉了 但是呢在太阳光照底下呢就会感觉好晒啊 太热了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